全球每十秒钟 就有一个人死于肺堵塞 九层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肺堵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 一个是慢性脂气管炎 一个叫做肺气肿 所谓的慢性脂气管炎 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 是在脂气管的部位 肺气肿指的是 肺怕受到的一些损害 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 百分之九十跟吸烟有关 那剩下的百分之十呢 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 比如说一些工业区 矿工或者厨师 那它的症状呢 是以咳 痰 喘 的三大症状 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 一定要戒烟 第二个就是要减少 呼吸道感染的几率 每年十月呢 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 减低流感的几率 肥胖真的是万额之爽 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 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 男性腹围超过九十公分 女性腹围超过八十公分 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 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 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 它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 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 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 因为碳水化合物呢 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 那病人呢 为了排出二氧化碳 呼吸会变得更费力 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 油脂跟蛋白质 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 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 其实会建议说 像一些豆类 也含有很多的 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还有一个是水分 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 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 基本上应该要在 1800卡到2000卡 那我们的水分呢 就应该要在2000cc左右